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数据库视频 小米是刚刚发布了2020年的新旗舰米10系列 3999元的起售价格 是不是让之前很多说小米没有高端机的人们非常满意呢 这就意味着2020年的性能大战正式拉开帷幕了 最近如药和小米的高管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到底谁是最强安卓芯片呢 目前麒麟990 5G和骁龙865到底孰强孰弱呢 最新发布的米10上的这颗865性能又如何 不可观众体验小白测评今天咱们来拿数据说事 首先在安兔的综合跑分中 我们手上这台小米10 Pro得到了56万多分 作为国内首发的骁龙865厂商虽然说还没到58万 但是也就拿到了第一的成绩 相比于上代855最高49万的成绩提高了接近7万分 我们再往前回顾一下上上代骁龙处理器845跑分是35万 855在此基础上整整提高了14万分 基本上差不多是865提升的两倍 在详细看各个子项目的成绩中 虽然相比于855都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相较于855 plus来说 865这次提升确实不是太大 所有的各个方面综合在20%左右 其中有一项代表用户体验的UX项目 更是被搭载骁龙855 plus的ROG2反超了一点 当然也必须说明这可能跟软件版本是有关系的 在后续优化了之后我们会持续更新 总之在安兔的综合跑分环节 麒麟950 5G总分基本打平骁龙855 plus 但是和骁龙865仍有差距 看到这肯定会有人觉得 娱乐图的出身问题并不是太幸福 我们又测试了Gatebench 5 在CPU单核性能排行榜中 小米10搭载的865得到了906分 为了小白测评数据库第二名 骁龙855 plus最高得分789排名第三 麒麟的950 5G得分782排名第四 在CPU多核性能榜单中 搭载865的小米10pro得分3294排名第二 搭载麒麟950 5G的Main30 Pro 5G得分3213排名第三 骁龙855 plus最高得分2890排名第六 总结在CPU性能方面 骁龙950 5G接近865差距非常小 但是远超855 plus系列 在GPU性能方面 3DMark OpenGL ES 3.1 小米10pro搭载的骁龙865得分7214排名第一位 骁龙855 plus最高得分6254排名第二 骁龙950 5G这边最高得分6107排名第十 在3DMark Welcome跑分中 小米10pro的865得分6533排名第一 v30pro上搭载了骁龙950 5G得分5635排名第二 稍微领先搭载855 plus得分5452的一架7T Pro 总之骁龙950 5G和骁龙855 plus在GPU方面算是互有胜负 但是仍然都不提865 上面都是跑分 在实际的游戏体验方面 和平精英高新加极限破解60帧 骁龙865的小米10pro平均59帧 基本满支运行 骁龙910这边同样也是满支运行 实际游戏体验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 大家比较关心的骁龙865的温控方面 由于我们的专业设备都在工作室 我前期在家前测了一下 三具和平精英之后 小米10pro差不多在42.82度左右 简单总结 从跑分来看 骁龙865毫无疑问 无论是在CPU还是在GPU方面 都是要领先9905G的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相互追赶 骁龙和高通的差距已经非常缩小 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 基本形成了你追我赶 各自领先半年左右的一个情况 没有永远的最强 只有暂时领先 咱也不用嘴硬啊 差半年就是差半年 等你半年之后再发新芯片的时候 再好好捶它吧 OK 想了解你手机的更多详细数据 关注我们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查看数据库即可 除了上面聊到这些数据 还有十几项非常详细的数据等你查看 更多精彩关注我们的B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 我是王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